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了寡妇 苏二本来姿色不错 再加上寡妇的身份 村里不少单身男士都对她表示了好感 但苏二的心一直都在没有归来的丈夫身上 并且发誓永不改嫁 家里没有了男人的支撑 苏二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 只好一边带娃 一边靠做手工刺绣来支持家用 邻村的一个大户人家 要她为小姐做绣花鞋和彼岸花的手帕 据说这个彼岸花可以唤起将死者对生前的留恋 为了给这个病了的大小姐冲戏 过了一段时间 中原节就到了 村里按照习俗 要搭起戏台 给鬼魂唱戏 鬼节同样也是人节 吸引了很多村民来游玩 苏二也带着孩子坐在这里看戏 紧接着大户人家的佣人 急急忙忙的找到苏二 原来大小姐的病情又严重了 今晚就要澄清冲洗 让苏二把鞋子送过去 苏二担心走过去来不及 再加上这黑须须的鬼节也 她心里有些害怕 于是叫来车夫老丁赶车送自己过去 跑到一半二人坐在路边歇脚 苏二趁时把没有修好的绣花鞋 继续拿出来绣 谁知这时老丁竟然对苏二起了邪心 强行抱着苏二准备行龌龊之事 苏二自然是不同意 于是拼死反抗 拿起绣花针一顿乱刺 老丁吃同一时放松了手 苏二这才成功脱逃 而此时苏二的大嫂和小胡子 正在家中喝闷酒 一时情动 大嫂却发现小胡子已经不能行房事 内心郁洁的他出门散步 第二天到了村民却发现 老丁离奇地死在了树林里 那天夜里苏二逃得匆忙 把绣花鞋留在了现场 再加上有人指控苏二曾经坐过老丁的车 苏二此时百口莫辩 村里的老寡妇在此中煽风点火 众人都相信是苏二杀了老丁 并把他带到祠堂 但此时眼镜男认为 应该交由县里由法院来审判 但村中的组长认为 此事伤风败俗 不宜外扬 决定把苏二进猪笼 当湖水渐渐淹没过苏二的头顶 他一边哭喊着解释 一边发下毒誓 做鬼也会回来找他们 日子渐渐过去 画面一转就是苏二的头期还魂日 老族长和老寡妇此时都颤颤为悲 好有村民见到苏二的鬼魂在村子里飘荡 并且已经有人为此丧命 大家都渐渐开始相信 是苏二的诅咒生效了 而在大嫂这一边 他却开始和村里的瘸子偷情 一次优惠时被自己的丈夫小猴子看见了 三人争夺不及 结果小猴子也去见了阎王 二人害怕坚情暴露 便决定把此事嫁祸给苏二的鬼魂 往小猴子的尸体上放了绣花鞋 在灵堂前 瘸子和大嫂又忍不住想滚床单 结果这一次被瘸子的老婆看见了 她干脆把自己的老婆给掐死了 同样嫁祸给了苏二的鬼魂 两桩命案闹得村中人心惶惶 老族长请来了道士做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就连老族长和老寡妇也难逃其手 有些人甚至害怕地搬出了村子 但苏二生前还留下了一对儿女 两个孩子却希望再一次见到妈妈 哪怕只是一缕鬼魂 这一次他们终于在树林里见到了 原来苏二并没有死 一位渔夫把他救了上来 但是他失忆了 而此时真正的凶手浮出水面 原来是老好人 眼镜男 他的身上曾经也发生过悲惨的事 十几年前 宗族因为不愿意让男医生 来为他的老婆接生 只是因为男女授数不侵的封建观念 害得他老婆和孩子都纷纷撒手人寰 这件事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逐渐生根发芽 于是他借着失去了记忆的苏二 将他扮成女鬼的模样 而自己却尾随其后 一一报复当年的仇人 而苏二的闺蜜何老师知道此事后 不惜和眼镜男动起了争执 想要揭发此事 争执的过程中 苏二掉入了水中 却也因此恢复了记忆 眼镜男只好狼狈逃走 村中闹鬼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大家仍然不知道 老丁是谁杀的 就在这时村里人发现了大嫂和瘸子的奸情 并且发现了他们杀人嫁祸的事 决定把他们进猪笼 还是大嫂的儿子小帅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那一晚他撞见自己的母亲和老丁在行苟且之事 并认定是老丁强行对自己的母亲耍流氓 于是愤怒地动手杀了老丁 但其实那一晚是因为大嫂喝了酒心情不好 把老丁看成了昔日的小猴子向他求欢 故事的最后小帅决定去城里自首 而大嫂因为没有杀人也被无罪释放 出逃的眼镜男在路上又被他人所杀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